《十八樓司座》是陪著我成長的 我很小時候已經在聽這個廣播劇 以前沒有電視機 熱得收音機 我聽了很久很久 很多裡面的角色都是陪著我們成長的 看了秋生做電影也多 看舞台劇這次是第一次 我很期待著 希望他不要在舞台上說髒話 周老闆終於有一個老婆 我想這是故事裡面 我想大家都很想見到的結局